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这个身心还未完全发育的少女面前 大人的肯定和否定都给予了她对事物判断的准则 不知不觉中 辛西亚已经来到了人类生活的领域 大嫌者报告 在本地区镜子融入了人们的生活 变得无处不在 辛西亚对此感到有些惊奇 他不理解大家对于镜子的必须性 他想要进入城门 却被门卫拦在外头 当门卫让他交出能够证明身份的物件 证明自己是何人时 辛西亚表示 不愧是魔王的女儿 孩子都一样 不过你爹不是用在这种地方的 门卫蒙住了 这是自爆家门的魔物 好不容易等他反应过来 门卫连忙摆出架势 就要将辛西亚围捕 眼前的抓捕行动突然展开 辛西亚感到有些慌张 大嫌者冷静分析 报告辛西亚 变成史莱姆状态 有利于透过城镇的雨水槽入境 这是一个辛西亚没有概念的词语 但不管怎样 辛西亚还是按照大嫌者的指示 成功溜进了城镇 此时 在他面前高楼耸立 大嫌者为他解释建筑物的概念 辛西亚努力理解 可思绪很快又被天天圈的香味所吸引 不过 店家表示 想要天天圈还需要拿出硬币来置换 辛西亚内心受索 不理解的问题越来越多 他决定暂且先不回家了 为了解决所有疑虑 辛西亚想要学习到知识 之后 他在大嫌者的提示下来到图书馆 可图书馆管理员表示 想要学习 必须要有入管证才行 然而入管证也需要硬币来购买 无奈之下 辛西亚离开了图书馆 到处都需要硬币 每人都要求他回家找妈妈拿硬币 这下子他只能先是回家了 但是 刚才在城门的门卫 却将辛西亚入侵的消息传达给了警备军 就在辛西亚想要离开之时 警备军将拦截下来 一番交战过后 警备军败下了阵 然后辛西亚看见一名受伤的军官 他将携带的药水交给对方 并且向他交换了硬币 取得硬币后 辛西亚回到了图书馆 成功用此换取了学习的机会 与此同时 见识了这些过后的辛西亚内心发生了一些变化 他思考着 在他居住的环境里有着各式各样的存在 同时 镜子外的世界也是一样 人们会因为或许而付出行动 或许会做坏事 所以进行抓捕 或许有价值 所以赋予定位 不管是坏事还是好事 都是取决于妄想 于是 辛西亚如此下定论 或许世界其实全都由妄想所构建 每个人其实都是妄想家 既然如此 辛西亚决定 无需去尝试证明妄想 干脆任由自己高兴 妄想自己所接待的事情 这样一来 之前一直在纠结的问题 也不需要再去继续纠结了 只要单纯理解成理想的情况 就很快能够接受 所以 辛西亚的结论是 爸爸就是爸爸 只是他暂时忘记了这个女儿 大行者默默听完了 辛西亚的长篇大论 而他的结论简介明了 辛西亚震惊 但既然已经找到了答案 辛西亚突然表示 管理员震惊 于是 他决定立刻启程 这情绪来得快 绝对也快 另一边 按照主线剧情发展 米利姆大闹魔国 暴风大妖窝现世 伊西斯在镜子内观察了这一切 同时 他对此伸出了魔爪 法比欧 由于这次的犯错 自认愧对于受亡的期待 而他内心的这份动摇被伊西斯所利用 就在此之后 魔王当起了老师 如今他正思考着 要泡杯热可可来引用 然而可可曾经发光了 看着这场光 魔王比起一网 已经能够见光之小 自己之后将前往的地方了 这次他面对的是 成功吞噬暴风大妖窝的 法尔欧进化体 苍天涯法比欧 而且还是魔王种 魔王见此特别想要找伊西斯理论 但法尔欧战斗意极强 为了得到圣王的认可 他想要超越魔王 任何说辞对他都无法起效 此时此刻他只想和魔王 进行一场战斗 魔王见沟通无效 只好通过武力和对方 进行友好交流 同过去一样 法比欧也吸取了战斗失败的经验 曾经魔王用过起效的招式 都已经无法再次生效 法比欧融合了暴风大妖窝的招式 使出暴风乱临雨 无数飞舞的鳞片 比起以往显得更加的棘手 魔王的暴使者 因为魔力妨碍而无法生效 过去对暴风大妖窝起作用的腐蚀性 也不再具备 尽管如此 最终两人还是打了个不分上下 法比欧内心的那股执念 自有所减少 他十分认可魔王的实力 两人相互恭维了一番 伊西斯才终于出现 他对法比欧停止攻击的作为 十分的不满 嘴上不饶人的讽刺法比欧 以他自身的实力 是无法战胜魔王的 但法比欧并不打算 听命于伊西斯的指示 从此之中 他还是原来的那个法比欧 只听命于说王 伊西斯依旧不依不挠 质问法比欧 这样毫无意义的延长战斗时间 是想要被魔王吃掉吗 法比欧却无所谓 堂堂正正的痛快战斗 才是他的初心 就算真的落到如此下场 他也无言无悔 伊西斯看他 本明明是自己技能创造下的产物 可却并不听从自己的指挥 果然和辛西亚一样 凡是具有暴风龙因子的存在 都很棘手 伊西斯定下结论 既然如此 他决定亲手扼杀法比欧的存在 将宿主变弱 引导他体内的暴风大妖窝 夺取身体主导权 成为吞噬魔王种的进化体 逆挤压妖窝 魔王好端端的待在一旁看戏 没想到结果 自己的对手突然变强 对方发出的超音波 能够根据人体弱点 攻击人体器官 为了避免此种情况 魔王将人体感知器官 转成为魔力感知 但他忘记了 暴风大妖窝当初还不断放出了飞天鲨鱼 这些鲨鱼围绕着魔王 将它围堵在暴安圈内 全方位进行魔力妨碍 阻断魔王的魔力感知 陷入金大妖窝 已经不再是一味的攻击 而是学会了自主思考 另外曾经的暴风乱淋雨 也因为和伐比欧的 暴牙暴眼掌相融合 拥有了爆炸效果 迫使魔王一般的防御手段 完全没有办法进行抵御 魔王身陷困境 对方不只是对他的人形态 具备针对手段 就连同他的史莱姆身 以同样准备好了应对方法 魔王失去了判断方向 只好凭借直觉进一战斗 但怎么说 他也是和真魔王练过手的人 一番激战后 魔王成功将对方削弱 伊西斯愿望落空 眼看密集亚妖窝 即将要被魔王打败 伊西斯只想在密集亚妖窝消失之前 赶紧将他卫视于新西亚 这么多天以来 新西亚消失了两久 但伊西斯一心扑向 如何利用新西亚打败魔王 却忘记了关心他的消失 直到此刻 伊西斯才迫切想要获得力量 才想起呼唤新西亚 就在此时 新西亚应声出现 听话的将逆挤压腰窝吞噬了下去 老实说 伊西斯也没有想过会这么灵验 最后他想来 反正省去了自己 前去寻找的麻烦 也是好事 新西亚见着魔王 内心十分雀悦 本就不老是爱蹦跶的身体 这一下蹦跶的幅度更大了 他以为魔王是下定决心 要和他们一起生活了 但转头 魔王就给他泼了盆冷水 说他巴不得回去 失落的 新西亚停下了动作 魔王质问新西亚 为何要认定自己就是他父亲 一般来说 单凭他人所言 应该是要所怀疑的吧 然而新西亚并不怎么认为 他的道理 比起魔王的说辞显得更有说服力 魔王也开始自省自己 确实一般孩子对于父母的认知 也都不是因为某人说了算 而是打从一开始就这么认定的 新西亚没有放过魔王内心犹豫的这一刹那 曾经他也有所纠结这项问题 但最终他笃定的讲述道 新西亚的情绪突然爆发 随后他哭天喊地地表示 魔王内心的确被冲到了 可伊西斯却在一旁山风点火引导新西亚抓爸爸 新西亚也很想这么做 但他之前尝试了各种办法 不管是切的烧的全都没有用 软萌外表配上惊悚发言 吓得魔王连退三步 伊西斯为此早已做好准备 他拿出之前保存好的猪魔头 要求新西亚之下前去压制魔王 新西亚也是个不挑食的好孩子 这么恐怖的猪头 他一脸饶有兴趣的吞食了下去 最后这一餐的猪头成为奇迹 新西亚开始进化 曾经魔王色系的头发变为更贴近瞳孔的粉色 外貌上也更偏向他那不知情的另一个母亲 朱菜 无穷的力量开始涌现 他的体内 无论是魔素还是技能等 全都达成了与魔王持平的水准 新西亚开始兴奋起来 猪魔头内所蕴含的暴尸者之样技能同样被新西亚获得 由此释放出的强大重力是魔王难以抵抗的 因为对于史莱姆的身躯而言 热量和斩击的确无法生效 但唯独重力的影响是不会消失的 魔王身陷困境 新西亚却乐在其中 此时镜子世界里 目前属于法阿比欧的期望世界已经支撑不住了 魔王第一次长久的留在镜子世界 见识到他的本来面目 也就是还未反映任何人理想的虚无空间 这里就如同新西亚之前所形容都一样 空无一有 暗无天日 什么都没有 难怪新西亚会感到寂寞 魔王有些理解了新西亚的执念 到目前为止 新西亚还没有放弃抓爸爸的想法 他发誓今天一定要成功 魔王见新西亚是不会放弃的了 便也做好了继续战斗的准备 但两人明明同样是史莱姆 新西亚却在力量上高于魔王一筹 原因便是 新西亚相较于魔王捕食了更多 魔王没有捕食过的魔物 这些魔物在现实世界中属于魔王的伙伴们 所以魔王必定是不会吞噬自己的伙伴的 然而新西亚并不拥有伙伴 因此新西亚在质量上远胜于魔王 不过新西亚的力量过于强大 他自身还无法做到很好的掌握 继续战斗下去 新西亚会最先无法承受自己的引力 开始自爆 魔王立刻理解了现状 赶紧劝阻新西亚住手 然而新西亚不肯放弃 他愿望着和父母两人一起生活 接着能够得到更多陪伴罢了 魔王没有放弃 他分析着现状 再这么继续下去 他们两人都会被波及而死 这触及到了新西亚的盲区 他问寻道 心下的回答 实在的惊醒了魔王 他如此想到 能有如此想法的魔王 全然是因为 他自己从来没有体验过孤独 从临死转生到现在 大险者和暴风龙的陪伴 然后又是更多的伙伴子出现 魔王的身边从来都不缺陪伴 那那些新西亚全都没有 更别说 他是从诞生之后 便一直忍受着这种寂寞和不安 于是魔王开始思考 如何才能 另感到不安的女孩子安心 这种经验 正好是他最近拿手的招式 魔王联想起克雷耶 那两位小女孩 紧接着他踏出了脚步 来到了新西亚的身边 新西亚的寂寞终于被打破 他像一个正常的孩子一样 落下了委屈的眼泪 魔王一把将他抱住 直接暂停下了新西亚的技能剑 新西亚感受到了亲情的温暖 安心地睡了过去 伊西斯的计划落空 他不甘心地望着那妇女温敬的场景 魔王贞问伊西斯 过去在新西亚出生之后 是否有真的抱过新西亚 先不论他究竟是不是新西亚的母亲 但这个孩子就这么认定的 伊西斯勾起回忆 曾经他只是因为 由紫园创造出了百慕鬼 所以试图通过鬼人族的公主 创造出超越百慕鬼的存在 然而没有想到 朱菜对着镜子害羞地表示 虽然这在伊西斯的意料之外 但他也没有多放在心上 直接无视了新西亚的存在 前去找叉魔王 回忆结束 伊西斯从来都没有想到过 自己会败在这种小事情上 只不过是没有抱起过他 便是伊西斯的认解 魔王理解了新西亚 那次激动抱上来自己的心情 他想来 那必定是新西亚一直以来的愿望 所以为了减缓新西亚的不安和寂寞 无论多少次 魔王都愿意用他入怀 伊西斯不愿放弃 他怒吼着要新西亚继续战斗 魔王教育伊西斯 不该将玩累熟睡的孩子吵醒 他的失败便是他利用了新西亚的寂寞 但又没有抚平他的寂寞 伊西斯自认自己被玩弄了 穷途末路之际 他已经病态到了极致 伊西斯的爆发 全然不顾新西亚的存在 他朝着两人发动攻击 圣光闪过 萌萌回到了现实世界中 他断掉了一条腿 但比起莫名其妙断掉的腿 他内心似乎隐约记得 他曾经应该抱着什么重要的人才对 但却不见了 镜子世界里 伊西斯刚才那股力量 是他自己也没有料想到的 巨大的魔力 震飞了魔王和新西亚 新西亚消失前 残存的力量流入了伊西斯的体内 他享受着巨大魔力的融合 进入了风魔 现实世界的谋处 新西亚如同熟睡般的 窝躺在草地上 新西亚生死不明 伊西斯的阴谋还在继续 目前手游剧情最新内容 就到这里 欢迎留言 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阿硕会你带来更多的发言咨询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